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随着搭载Exynos 2400处理器的三星Galaxy S24系列的正式上市,新一代的Exynos 2500的信息也开始被曝光。 据外媒报道,消息人士AllXDA透露,即将推出的Exynos 2500同样采用10核CPU机群,其中就包括了ARM最新的Cortex-X5超大核。 根据曝光的信息显示,Exynos 2500不会使用4个Cortex-X的配置,因为过多的Cortex-X核心可能会导致功耗失控。 因此,将会继续采用原有的1加2加3加4的10核4层级CPU架构。 只不过,Exynos 2500将会改用Cortex-X5超大核和Cortex-A730大核,相比Exynos 2400中的Cortex-X4核Cortex-A720会带来效能的进一步提升。 不过,Exynos 2500所采用的Cortex-X5的主频与上一代的Cortex-X4没有多大差别,其频率将在3.2G和3.3G范围内进行测试。 根据三星的最终决定,我们要么会看到100M的微小差异,要么根本看不到任何差异。 Exynos 2500预计还将配备两个以不同时钟速度运行的Cortex-A730机群,就像Exynos 2400的设计方式一样。 至于低功耗核心,爆料者指出,Exynos 2500将配备相同的Cortex-A520,尽管这些核心的频率尚未曝光。 制程工艺方面,Exynos 2500可能将会采用三星新一代的300米工艺量产。 此前,三星300米工艺尚未应用于任何手机或平板电脑晶片组。 虽然上一代的Exynos 2400是在三星4LPP Plus节点上制造的,但到目前为止,Exynos 2400在各种3DMark基准测试中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。 据韩媒朝鲜日报引述业界人士的话表示,三星已开始制造第二代3奈米制程SF3的失制品,并测试晶片效能和可靠性。 目标是6个月内力拼量率超过60%,以与台积电竞争并吸引客户。 据媒体报道,三星晶圆代工厂开始试产第二代3奈米工艺SF3,这是三星半导体工业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事件,标志着三星将与台积电争夺先进工艺节点的霸主地位。 据了解,SF3节点可以在同一单元内实现不同的环闸GAA电晶体奈米片勾到宽度,从而提供更大的设计灵活性。 为晶片带来更低的功耗和更高的效能,并通过优化设计增加电晶体密度。 SF3工艺能够生产更高效、更强大的晶片,这将推动人工智慧、物联网和汽车等各个领域的发展。 台积电、三星都在积极争取客户,准备上半年量产第二代3奈米GAA构架制程, 能否满足辉达、高通、AMD等大客户需求,同时迅速提高产量,是竞争中能否成功的关键。 三星在去年11月曾宣布,将于2024下半年量产SF3支撑。 行业消息人士透露,三星计划在2024年上半年将其第二代3奈米环闸GAA工艺过度到量产。 正在进行的施生产,致力于评估使用这种尖端工艺制造的晶片的效能和可靠性。 预计首款采用三星第二代3奈米工艺晶片的设备,将是2024年推出的Galaxy Watch 7。 Galaxy Watch 7被定位为这一先进工艺节点的试金时,它的成功将助力该工艺应用在三星未来的Exynos 2500应用处理器AP中。 预计明年,Galaxy S25系列所搭载的Exynos 2500晶片也将采用。 不过,智慧手表应用处理器、手机晶片和数据中心处理器的晶片尺寸、效能和功耗目标完全不同。 小型晶片如果量率只有60%,药商用相当困难,但若是光照尺寸Retical Size的晶片量率为60%,就相当合理。 行业分析师预测,如果三星的第二代三奈米工艺能够提供稳定的良率和效能,它可能会吸引到客户,尤其是高通。 尽管高通已经将骁龙8 Gen3晶片的生产外包给台积电,但它可能会重新与三星合作。 如果SF3产量和效能稳定,转向台积电的客户将有机会回流三星。 例如,三星就相当关注与高通的合作。 高通此前曾将旗舰晶片交给三星代工,但是由于发热问题,随后高通不得不转向了台积电。 高通新一代的Snapdragon 8 Gen3也是由台积电代工生产的。 此外,辉达和AMD的高阶晶片也都是较由台积电代工。 辉达新一代的H200、B100和AMD的下一代,CPU和AI晶片也预计将会采用台积电三代米制程。 台积电方面,其规划了多达五种三代米工艺,分别是N3N3B、N3E、N3P、N3S和N3X。 在台积电的三代米工艺量产后,苹果成为该工艺的唯一客户,涉及M3、M3Pro、M3Max晶片以及iPhone15Pro系列使用的A17Pro晶片,且基本预定了台积电超过90%的三代米产能。 台积电最新财报显示,其三代米营收在2023年第四季度贡献了晶圆总收入的15%。 而且,台积电近日产能利用率全面回升,5奈米、4奈米重返满载。 据台湾电子时报消息,半导体设备业者表示,据估算,台积电先前崩跌最快最严重的8寸长。 2024年1月至2月,平均产能利用率已回到70%至80%,12寸也重返八成大关。 28奈米已回到正常水平,过去一年半跌破5成的7奈米、6奈米制程则拉升至75%,5奈米、4奈米家族更是超乎预期逼近100%满载。 代工报价近2万美元的3奈米制程,1月已超过7成。 首季估将达于85%,台积电7奈米以下制程,目前占营收比重近6成,且随着5奈米、3奈米拉升,比重将进一步增。 由2023年第四季业绩持续成长,以及设备材料拉获力道增强来看,2024年首季营收减幅应可维持在5%至7%上下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库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、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